大家好 我是于飞 我们的创流视频已经做的比较详细了 但确实还有非常多的小伙伴会遇到问题 什么校园网啊 什么手柄之类的 然后还有远程创流不同的网络 很难有一款远程软件能够完全适配所有的创流情况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 如果你在外出或者旅途的时候 有远程办公 游戏这些需求 那么我最近发现的这款软件 可能真的是能够大大提升你在外面远程的效率 它就是网易出品的Gamevivo远程 一键直连 分辨率刷新率都可以拉得很高 而且支持外设 活头多就是一个集成版的 三逊加monlight 而且是P2P连接 网络从此不是问题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它的交互逻辑真的是很棒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这里换了一个动态的壁纸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延迟的表现 然后这是我们打黑神霸悟空的一个 我们和显示器一起来对比一下 然后你能感觉到这里面的延迟吗 我们在外面想要远程办公物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一套的东西 然后在外面打游戏也是同样的 我们直接用这一套 然后带一个手柄就可以直接在外面打游戏了 同样的它是可以直接吸屏创流的 而且结束之后它也是会恢复到原来的屏幕 而且它还有自动锁屏的一个功能 结束创流它就会自动锁定我们的电脑 我们直接进入桌面 你会发现它这里就直接解锁了 这个效果确实非常不错吧 而且这些我们安装一下软件就全部搞定了 目前这个软件是在测试中更新频率会比较快 一直在增加功能 重点是免费免费 那么点上收藏 一起来看看这个Gameweaver的软件如何安装 具体有哪些功能 我们先来到它的官网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Windows、Mac、Android、LS平台 它都有的一个软件 可以说普通人的全平台覆盖了 这还是非常香的 这里我们输入自己的号码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就会有一个验证码给到我们 到这里其实我们的服务端就已经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到手机端那边去操作一下 手机的应用商店 我们就直接以小米的为例 直接搜索Game第一个就是了 除了这个广告 然后我们直接安装 然后我们打开同意 然后这里输入我们自己的手机号码 就是和服务端 我们刚才注册的那个号码是要一致的 下一步 然后接收一下短信验证 164796 OK 然后现在我们这里 就已经有了我们在线的一台电脑 而且我们是异地 就是不是同一个网络 这是一个别的网络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桌面 这就已经OK了 然后非常简单 直接就连接上了 而且是直接能够触摸的 OK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退出远程 好 我们的客户端也搞定了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功能 具体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服务端可以有哪些功能 它现在已经就绪了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进行远程 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设备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电脑 咱们是Windows 然后这里有Mac 然后手机平板 好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信息 然后在设置这里 设置中心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开机自启动 然后有防止电脑休眠 被控结束时自动锁屏 然后隐私屏 它也是可以进行西屏串流的 这个待会我给大家演示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都懂 然后其他的其实就没什么看的了 然后它还有一个远程协助的功能 就是同时我们是如果是一个Windows的电脑 我们可以直接远程协助 这个那个什么向日葵 只想不到一个串流软件 还做这个 说不定就把向日葵给打掉了 我们可以退出 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不用去管了 这就是服务端的一个功能 它做的非常的简单 但是实际上它功能非常的全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客户端 也就是手机平板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它所有的功能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平板上 作为客户端来说 它是可以在平板上面安装 然后也同样是可以在手机上安装 还可以在Mac电脑上面安装 这都是OK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主页面 点击进去 它这边一个是进入桌面 然后这个桌面的话 它这个壁纸是读的是桌面的一个壁纸 然后下面那个是一个快速的启动 它是识别到了悟空 然后赛博朋克 爱尔登法皇 地平线 Wallframe 轻易上甲这些 然后也可以直接在这边 这个界面我觉得是非常美观的 这是一个主页面 然后这边是一个我的 然后这边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这里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一个设备 然后一些常见的问题 在线客服这些 然后设置里面 这里有一个远控设置 然后开启隐私屏的话 我们创流的话 它在那边的话 就是一个吸屏的状态 就是我们说的吸屏创流 这个我待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在设置这里 我们开启远控设置里面的隐私屏 同时我们也在电脑上 这边开启一个隐私屏 就是在设置这里 设置中心 我们把隐私屏也给开起来 大家看一下 能看得清 两边都开启之后 来我们进行一个创流 你就会发现 我们之前用基地版的三楦 搞定的这个创流吸屏 其实在这边 直接这样一个小设置就解决掉了 我们这边就已经是创流好了 然后这边已经吸屏了 这个是确实 直接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退出的时候 它也会自动退出 我们退出完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 但是它这个速度会偏慢一点 它没有那么快 你看它这边自动亮屏 这个点是非常棒的 所以说它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但是同时它这个界面又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很不错 这是它一个软件的一个主界面 然后我们进入到实际的桌面里面 去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进入 这边现在是它是切换到了我们对应的分辨率 我是上次是操作了一下 在这边的显示里面 我们现在是1920×1080 我们可以直接调整到最高的原生的4K 然后4K144 然后它这边是实时的去切换的 然后在这边 它是一个创流信息 现在的帧率是80 100 110 大家看得到 然后这边是一个设置按键 然后这里有键盘显示桌面 展示所有窗口 就是一个快捷键 比如说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 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功能 我们再点击操作 这边有一个退出远控 就是退出串流 旋转屏幕 全屏窗口 声音 声音是否开和光 然后启动按键映射 按键映射的话 就比如说我们是使用手机操作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好我们现在转到手机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手机上应该会更直观一点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启用屏幕映射 我们点击它 这里就会有一个W 然后ESC 然后这些1234这些功能键 左右左右左右 其实是能够操作的 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个黑神话 现在我是用中国移动的网络在创流 就很方便 就假如说你没有手柄 你也可以在手机上这样搓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的一个效果 然后它这个映射方案的话 还有非常多 现在是手柄的方案 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黑神话悟空的 它这边有非常多的 就已经新建了很多 我们切换到黑神话的 哇好多按键 你看 也不是说不行 然后这边是可以切换角度 其实还是可以的 就直接这样玩也是可以玩 接着我们讲 这里按键映射 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这里可以切换别的 你可以新建自己的一个方案 这个我就不新建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搞 这个我就先关掉 然后现在是一个屏幕触控的模式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可以直接这样去点击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开平板触控模式 平板触控模式 它是支持多点触控 建议玩原神尖塔这些开启 然后虚拟鼠标 然后鼠标指针 鼠标指针就是我们手指去 这样左右的去控制它 就是可以比较精确一点 然后这里是右键 然后这里是左键 你看这都是OK的 这样误触的概率会小一点 然后这边是它的滚轮 我一般的话是用屏幕触控 然后在显示里面 我们是可以切换分辨率 分辨率是挺全的 但是它是一些预设的分辨率 它并没有给我们自己 自定义的一个选限 然后帧率也是 它是有30帧 60帧 90帧和144 我们这个屏幕最高的话 就是144 然后这里会有 它码率的选择 我们切换对应的 它就会有一个对应的码率 144 你看30帧 它就是40兆 然后1440帧 它就是50兆 我们切换一个 低一点的分辨率的话 它这里就变成了30兆 这个是一些自动的原化 它这边的这个码率的话 它最高是只能开到50 然后安全性这边 它是有一个自动解锁电脑 就是我们关了 或者说我们开起来 它这边就会让你输入一个 自己的Windows的一个电脑的一个密码 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下 OK 然后我们在结束创流之后 它这边是会进入到一个锁屏状态 然后我们进入桌面 它这边就会自动给我们解锁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退出的话就自动给我们锁定 比如说现在我们直接从这里退出远控 它就会后面直接进入到锁屏的一个状态 这就非常棒了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桌面 你就发现它这里就直接解锁了 这是不是很香呢 然后还有指纹验证 然后背空端静音运行 是否开启 开启的话就是只有我们平板发声 然后关闭的话 就是电脑和我们平板一起发声 然后这里远控结束后恢复背空端的声音 然后外设的话 它就是可以支持手柄 键盘鼠标这些都OK 我现在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的话外设是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我们连接一个手柄 连接一个插BOS的手柄 然后这里震动一下 然后它这里就会显示手柄一连接 插BOS的手柄 然后我们就可以玩游戏了 然后同样的鼠标插上去 它这边就会显示鼠标一连接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鼠标去操作一些东西 就是直接可以把它当电脑用 就可以很方便的进行一些操作 然后在这边 它这里也会有鼠标一个 然后键盘也是同样的 键盘我们连上 键盘一连接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控制 但它在键盘连接的时候 它Windows这些键 还是和Sensure和Monlight一样 它是不能够识别到的 你看这里有说 Alt加Tap Windows加Tap还有Windows键 这些它会变成安卓系统的一些自带的键 比如说这个Windows 你看Windows 它是出来这个栏 目前来说是没办法的 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在这边 它是会有一个键盘的输入 这里是我们的输入法 然后它这边有快捷键 什么大小鞋锁定 然后Windows开始显示桌面 然后Ctrl S保存 然后撤销剪切这些 它都给我们预示好了 这就是它方便的一点 在Sensure加Monlight里面 我们是需要去下载各种大佬魔改的 Monlight的榜本才会有这些功能 然后这里我们也可以输入电脑的键盘 1234 ABCD这些 然后组合键模式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功能键 这确实来说已经是非常全面的一个表现了 然后下面这些 大家就不需要我再去再说一遍了 然后这边更多的话就是一个网络状态 和一个自动隐藏 工具栏 智能游戏鼠标这些 那这边有一个Windows的快捷操作 锁定桌面 冲击电脑 关机 任务管理器 这应该就是它的全部功能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演示一下它 我们已经几乎完全了解目前的Game Viewer 那么我们来实际的使用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延迟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远程连接的效果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延迟的表现 我们可以直接在更多这里看到它现在的一个网络延迟 现在是真延迟是30毫秒 然后帧率是31 丢包率0% 然后我们现在随便开一个工具 开一个网络工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延迟情况 好 现在我把这个关了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计时时间 然后我在这边进行一些操作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然后我自己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延迟情况 就直接拍张照看一下 好 目前来说我自己拍摄的一个 它这个情况是还挺低的 36-27它是0.09毫秒 这个情况下是0.09毫秒 这个表现大家应该觉得都还可以 然后我把这个缩小一点 然后开一个动静比较大的一个壁纸 好 动起来了 然后大家自己在截图看一下 咱们这个延迟的表现 好 现在我们是用有线连接插boss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打黑神话悟空的一个延迟 说实话这样的延迟感觉还是有点高 因为它上线就是只有50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分辨率降低一点 比如说我们降到1080p 1080感觉这个压力瞬间小了不少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打一打了 然后它有一个小问题 它其实在局域网内连接它也是用的P2P 所以在局域网里面它的表现是这样 但是我们使用外面的网络 它其实效果也是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点就非常的棒 直接电脑办公的效果 那么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用它来做一些别的操作 比如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的脚本 这都没有问题 还可以直接用滚动 假如说这里我们需要改切换到键盘模式 然后远程打游戏的效果怎么样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延迟 网络状态 现在的话真延时是50多毫秒 然后网络延时是18毫秒 整体表现是在100毫秒以内 加起来差不多670的样子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是使用手机的一个网络在连接 然后我们简单打一下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boss 就目前这个效果来说还是非常棒的 其实相较于游戏来说 我觉得处理一些办公的问题也是非常不错的 游戏在延迟方面因为是P2P 目前延迟我觉得还不太适合打FPS游戏 或者你愿意把分辨率给降一降 那么实际的延迟表现会更OK 总的来说这是一款非常简单的创流工具 实际使用起来 蛮多的配置都是直接给我们贴心的自带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到手即用的状态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背一个挺不错的 我会在评论区把它的官方网站给贴下来 大家要自己下载就行了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创流世界 记得多多支持 如果有声容想要我测试产品 也欢迎留言 我是云飞 记得点赞收藏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